没猜错的话 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 我已经忙碌了好几个小时 这里是我计划建造的房子 映入眼帘的是客厅 将来用于研究各种生存物品 这是我刚刚新规划出来的区域 客厅这边是养殖区 里面是一群嘟嘟鸟 从客厅上楼梯就是我的房间了 但是还没有完工 我需要把墙面和天花板都盖上 否则大雨降临就麻烦了 森林中天气变化多端 我还是要提防着点 我举起石斧 开山披地毫不停息 现在房子并没有完工 用采泥的石头继续建造房屋 没过多久就将房子的基础建设完工了 我打算将这里建设成一个森林中的堡垒 同时我还需要搭配一个院子 用来停换我的座机 可惜很不给力 我的石斧损坏得非常快 这严重影响了我的进度 看来我需要一些更高级的工具 前几天灭掉哥布林的时候 收获了一些金属钉 于是我制作出铁匠台 在铁匠台上 可以制作出很多的金属工具 比如金属斧 还有金属稿 我用剩余的金属钉 把它们做了出来 金属的工具耐久度很高 而且同样一次采集 数量也可以大大提升 三两下我就把这块大石头砍掉了 石头护栏放两边 大门就在正中间 规格方舟乐无边 虽然有了强力的伙伴鲨鱼怪 但是我依旧想提升自己的战斗力 毕竟生存是我的强项 我通过铁匠台发现 可以制作一把简易的手枪 但是需要60块金属钉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刚才砍掉的大石块 不过也才掉落了几块金属 这样收集下去不太妥的 我必须另想办法 方舟生存手册有记载 地图中有一座大火山 常年往外喷发岩浆 由于岩浆内部发生分裔作用 让稀少的金属物资高度密集 形成了可以提供开采的矿产 那里才是绝佳的采集地 但是如何前往危险的大火山 又成了一个大难题 鲨鱼怪打架很厉害 但是跑得太慢 非常影响效率 而人马又不能保证在野外的安全 我必须找一个更合适的办法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 我的头顶突然飞过了一个老鹰 这让我突然有了灵感 虽然人跑不过去 但是能飞呀 只需要抓一个会飞的动物 就能解决了 于是我骑上鲨鱼怪来到了森林里面 开始搜索 在我的印象中 方舟大陆中的飞行生物非常多 我必须选择一个强悍的生物 用来搭配我的气质 觉得有道理的小伙伴 可以给我点个赞 大约寻找了四个小时 鲨鱼怪已经走不动了 突然 我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家伙 是一个蜜蜂 通过超级望远镜我得知 这是一只皇家蜜蜂 它身体颜色 呈黄红色 作为蜜蜂的一种 看起来非常漂亮 我又幸运地发现 这蜜蜂是可以被动驯服的 我不需要进行攻击 只需要一些浆果 直接喂养即可 我趁它落地的瞬间 直接喂食 等一会儿就可以收服了 我决定给它起个 响亮的名字 就叫大黄蜂吧 日后它一定会是我 最好的伙伴 我迫不及待地骑上了它 哇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飞行 感觉很棒 大黄蜂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技能 身体可以射出尖刺 能将敌人遮晕 这简直就是一个空中轰炸机 趁热打铁 接下来 我计划前往危险的火山 寻找矿石 希望路上一切顺利 感谢观看 观看